走开串下卡卡哥哥串通美食一往大进 小时候吃一趟人的鲁鲁鲁鲁 外交理论品种非常多 要一个麻辣牛肉的嘛 这个萝卜四十的嘛 尝尝的嘛 中式下午茶了解一下嘛 来吧 跟我来一门逛起走事 成都的滋味压见的奶们 从该口吃到汉尾 从天亮吃到天黑 奶们帮成都逛起走哦 哎呀 亲爱的奶花花们 我们又见面了 前向呢跟我的小姐妹一起去 吃了一家精致的蛋糕店 我发现哈 精致的下午茶呢 除了喝咖啡啊 吃蛋糕这些 完全是一种享受 大家都很习惯 但是呢 我今天要跟你另外介绍一个 下午茶的地方 这个下午茶吃的不是这些哦 你猜啥子 挺行哈 那就是穿透的下午茶 有发葱菜 可是有葱 我吃不下了 天呐 这要蛋糕吃了 还有一个松葱味哈 好的 你还要煮下葱 因为我对他们太了解了 你看这个年轻的葱呢 全都是煮你吧 就很有这种老程度的味道 这么大一碗 你看哈这个汤汤呢 就感觉变得变得变得了 也是红汤的 来 先把这个袋炮开一下 哦 这个不是汤芯 哦 葱葱葱 哦 葱葱葱来了 嗯 好吃啊 因为我这个过程酥脆 都是水剑的 有蔬菜酥脆 吃面上这个香料才好吃 会甜会甜的 老板说的 就是葱葱葱里面 加点这个芥末油 我个人做的 这个我还是稍稍有点抗计 而吃不下了 不过呢 总的来说 都还是感觉还多不错的 这早吃的呀 我兄弟很 你怎么还找不到啊 这个算 这个算是传统名小吃了 但是粉丝还给我另外推荐了一个传统名小吃 叫做河鸡蛋红糕 收钱 可能是成都市最便宜的蛋红糕 三块钱一个 你认为会采坑吗 你还给我留言说 河鸡蛋红糕吃了 我今天一家门来过来 找一找 我一听到听 我就觉得有多失望了 刚刚一个开场铺铺 我的老虫是甘酒 别的事 这个是河鸡吗 鸭吗 鸭好一张就大 你还要吃饭 要一个麻辣牛肉的嘛 这个萝卜丝食的嘛 姜茄的嘛 芝麻的这个 你现在又吃姜茫鸡的吧 没有 生是自己家里的 耳朵肥的耳朵大 人都比较喜欢吃 这种肥的耳朵要大的 通话还可以 好好的 这个鸡皮呢 就是脆的没什么好 肉多 鸡肉多 只有面积面积 皮皮都很咸 里面是咸的 外面是咸的 什么味道 这个地球让我想起来 那种我的青春岁月了 其实要说儿子的鸡 还有一家 那个就是他们的鸡 它是刚才还是重要的路 在高楼中间 终于发现了 这个小小的生股 这个就是肉炒家后 鸡瓜特吃 哦 这个小小小 还找到他们这家 小时候吃一堂 来 来 来 你们原来不是在儿园 那儿就有转过来的 嗯 看到写的车 就像鸡肉丝一样 多大 一块还整不完 我觉得以前你们都是 多大一个来炒的嘛 我在里面是吗 嗯 来 来 来 你认出它了 来 出来了 哦 是不是啊 嗯 你看我这个好吃 小时候吃的鸡肉丝 哦 看这个汁就觉得 太多年生了 天没炒了 这个是 刚刚才几块的 嗯 还几块 嗯 还好吃 你知道这家 喜欢就好吃 或喜欢就不好吃 好吃 吃了个芝麻香 小小的那叫芝麻灰香 好美容 鸡肉丝空来说 这个像我那时一样的鸡肉丝 外头有皮皮 酥脆脆脆的 我没有烫 我觉得不是黑白的甜 我就很喜欢 里面这个糯米 也很实诚 就是东西获整价值 也可能你会推荐一些 那时常用过去 给我评论区剑 我也会逛过去的 在这儿呢 我还是再次谢谢 我们各位粉丝 不光是支持我呢 姐姐还支持我们的 奶们逛成都 当然了 第三条屏幕下方的二位妈 回复一个我要进去 我就帮你丢到我们的 奶们冲粉群里面 前面里面好吃的 好喝的啥子都有 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 美食的爱家 都在给分分分享自己的 美食体验 所以说这是个美食的大家庭 你想不想来呀 下排 奶们广成都又去哪里广来 你看我都普通话都飙穿了 我们继续缩起走分 欢迎来到今天的 好吃嘴狼牙榜 我是亚琼 顺品狼吃八方 本节目由顺品狼独家冠名 即刻购买顺品狼 可参与喝大瓶迎小瓶活动 总中奖概率高达50% 那今天来到我们八方厨房的 这一位呢 他非常擅长 就是用不同的食材 来搭配出健康的食物 来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们的杜师傅 哈喽杜师傅你好 杜师傅你好 你看我们的食材 是不是很漂亮啊 白色绿色黄色 那个我们今天是用的弯豆 我们也把它叫做福豆 福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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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福嘛 有福气的福 我以为是福豆 就是福豆 我才能说福 豆腐呢 别人平常也是有一个新一字 也就是豆腐 哦 腐 这是腐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弯豆的话是福气 对不对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豆腐的话是富财富富贵 对对对 那您还准备了其他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绣针菇 这个是用甜椒 这个是用的叉叉颜色 颜色 对这个 这个是活香 活香我们是摆盘的 就是这道菜我们就叫做福字豆腐 这个寓意好好 多少人喜欢这个寓意对不对 那您具体给我们操作一下 比如说第一步第二步 然后要怎么做 要好好来学一学这道菜 好的 我们先来把那个豌豆啊 用火煮上 我们锅里先加一些水 开了再放进去 然后先把豌豆 豌豆一定要水开了放是吧 水放了 不然它就把它煮黄了 好了 现在豌豆就好了 我们把豌豆要打起来了 好 所以豌豆要煮熟是吧 对 豌豆要煮熟 豌豆出来 先用凉水 挤一挤 要凉水 把它挤一下 让它变得更加翠绿一些 颜色好看 都是小窍门啊 接下来 我们先把这豆腐 我们给它塑形 还要给豆腐塑形 对啊 我看你选的这个豆腐 老豆腐 对 只有老豆腐才有这样的这种孔啊 熟糙的那种很有口感的 对 很有味儿 所以我们做这个的话就要用老豆腐 不能用那种就是那只豆腐那种特别嫩的是吧 对 那个它嫩的 它吃起来 是很细腻的 但是它没有豆腐的味儿 嗯 我们把它压下去 嗯 你看我们把这个豆腐啊 这个豆腐就取下来 所以这边鸟鱼料是不需要的吗 这个 这个我们取下来过后来做成那个老花的形式 打了重新给它塑形嘛 嗯 嗯 那样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要要这个是要造型对吧 对 这个就直接拿来一会儿炸一炸 哦 然后我们这个 还有一个小一点的 对 哦 用来一个 对 我们要做个空心的锤一会儿 我们再装豌豆在里面 哇 好讲究哦 嗯 这个 再弄出一个铜心圆 对 对我们要做一圈的部分 一会儿都油炸过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加点鸡蛋清在里面 让它一个是塑形 这个是增加它的口感 哦 哦 要不然全部都是那种炸一样的是吧 对对对 哦 加点蛋清 嗯 那这里面还需要加别的吗 还有加点那个 唐原粉 跟那个生粉在里面 哦 是为了让它更 更凝固 成型是吧 对 让它更成型 哦 成型粉让它磁细 就口感的层次 磁细让它这个有点软 嗯 对 再加点咸咸 哦 这会儿就要调味了 对对 这会儿就要让它有味在里面 然后就搅拌了吗 搅拌 然后就搅拌了吗 搅拌 嗯 然后在盘子里边 嗯 哦 我知道了 就开始创作脑花了是吗 对 这就开始我们创作脑花了 一点我们把这个 做这个素食的这个传承人 不仅是要学这个专业的素食的技巧 最重要的是他还学会这个成为一画家呀 嗯 来这个 哇 脑花这样子呢 已经是做好了 嗯 嗯 这个还下一步要做什么 下步我们要把它蒸制出来 嗯 要蒸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上蒸箱 这个我们要做什么呢 这个修正工我们要把它切小一点 给豌豆差不多大的那种炒点 嗯 蘑菇这个这个小香菇 基本上一年四季或者炖汤都很合适 对对对 它是属于四季都可吃的 嗯 甜椒我们在里面通常有配个颜色 所以我们就切了甜椒丁在里面 你看我们这个时候你要 嗯 手要切一点 哇 嗯 温柔以待 对 对 放在鲁汤里面 哦 那放到鲁汤 哦 对这之间我们在里面 这一下就入味 哎呀 哎呀 豆腐甜甜圈的感觉 对对 原来是这样出味的 因为本身豆腐 其实本身豆腐 它是非常容易吸那个味道的 所以你看这边炸了之后 马上放到这个卤料里面 然后它这样边煮 然后边这样卤 它就这个更容易入味是吧 对对对 造型的感 对 原人之魂 嗯 甜椒 甜椒 豌豆 好 可能它那个 恢复它的那个原型 嗯 嗯 哇 看到我们做的这个菜是不是特别清新呢 哎在这我要请这个杜师傅来闻一下我们这个顺品郎哈 嗯 感受一下这个清香 嗯 嗯 对很清香 有个清香味道 嗯 嗯 这个酒呢 以前我们朋友就会呀 拖拖 比较绵柔很香 哎 你看 专业的厨师对这个的评价就是他比较懂哈 嗯 来今天我看看您做的这个真的让我觉得这个色香味上面首先颜色就吸引了我特别好 你看看这个脑花这做的也太香了吧 来我们公筷给您哎 您尝一下这个哈看看今天做的一个怎么样 好漂亮啊 哎我也尝一下我也尝一下这个哎呀我看就觉得 好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然后我再给您来一点这个这个我觉得也很舒服啊 对 很难 好 好 然后豆腐在里面应该是也比较劲道的啊 嗯 来 尝尝 尝尝 呀我先从这个脑花开始 嗯 你吃过这样的脑花吗 豆腐做的脑花 嗯 哎我真的我吃进去我才觉得 哦原来这个是豆腐 就你现在吃有那个豆腐的那个豆香味 对对对 蛮浓的哎 哎 你如果是你把那个火香跟它一块吃 火香和它一起是吧 嗯 啊 我觉得你在家也可以这样就是把豆腐打了之后 你看加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其实没有加太多的那个调料 但是真的很好吃 嗯 而且有了那个蛋清菜里面就觉得很嫩哈 对 还有其他这个青豆啊这个的搭配 嗯 清香 细腻 我觉得真的好好吃哦 哇 很多人呢 吃东西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健康了对吧 嗯 那有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搭配 但是你看 就是豌豆 然后和豆腐非常简单 这样搭配起来就是 福治豆腐这样一道菜做好了 关系这个寓意也特别特别好呀 所以今天你学会了 哎 赶快在家里坐一坐 我还是会得到家里坐 好 好 来呀